他就說 你可以講普通話的意思就是說 他把你當成你是中國人這樣 然後陳其邁就跟他聊說 你在哪裡學的中文 他說我在北京學的 那你為什麼去北京學呢 我是蘇丹人 我是為了在義大利賣東西 所以被送到北京去學中文 沒有想到一個蘇丹的黑人 年輕的男性會講 會講普通話講得這麼流利 你在米蘭蘇的精品店 幾乎都有會講中文的 現在都是了 巴黎有好吃的東西嗎 有 巴黎當然大家都會去吃米其林什麼 但是我在書裡除了米其林之外 也有介紹一些小酒館美食 就是有一派那個 就有一派 小酒館美食 因為法國它其實可以叫餐廳 餐廳是有一定的規格的 那一般就是Bistro 就是Bistro這種小酒館 然後有一派 他們可能已經摘過 米其林新等的這些主廚 他們就覺得其實 美食應該是要大家都可以享受的 不應該有那麼高的門檻 所以他們就逐漸發展出 一系列的小酒館美食 用很便宜的價錢 然後你就可以吃到米其林等級的食物 都是在小巷子裡面才找得到 法國要加油 因為米其林只有三星 接下來就會有五星期 來 你帶了什麼東西來 這個是也是法國女生 巴黎女生家裡面一定要有的 就是蠟燭 因為他們除了 大家都知道法國人很愛香水 但是蠟燭也是他們居家相分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之前在法國 也有染上一個習慣 就是家裡到處都要有蠟燭 然後尤其是泡澡的時候 或是看完看電視的時候 任何時候你都閱讀的時候 都需要點上蠟燭 又香又有氣氛 對 還不錯 然後他們 這貴嗎 這個大概 這個小的大概2000塊台幣吧 還滿貴的 2000塊 但是這個現在台灣買得到 其實有些味道台灣買不到 就真的要到巴黎才買得到 然後它就有一些附輸品 比如說 就點一下啦 就還滿有氣氛的 這有燈光就不再看得出來 可以啊 還是有 可以看一看 然後會有一些光影變化 最主要讓味道能夠出來 對 然後它就是有 有馬上就有味道 有香氣 然後又有氣氛 不錯 滿有趣的 那這個就是衍生出來的一個產品 它是像一個漏斗一樣 可以 也是一個香粉品 然後在家裡 它就是透過中間這個去 去做它Diffuser的那個作用 然後把香氣回散出來 就是增加生活的美感 對 就是生活處處都要有一些小的 而且法國的 有些店它是有定製香水 對 那這個是我們大家比較不熟悉 我們通常都是買品牌香水 可是它有些小 有些店是定製香水 沒錯 還有我是想要不要在法國剪個頭髮 這個很特別 這個是一個法郎 這是一個法郎 就是一個法郎 然後染護大師 然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一家非常有名的酒店 叫莫里斯酒店 它就在羅浮宮的正對面 然後很多各國的皇宮貴族到法國 其實都會待在這家酒店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髮型師 它其實 它的客人 都是國際級的明星 包含法國 法國明星 好萊塢明星 那它的法郎 就藏身在這個酒店裡頭的套房 所以你必須要預約 然後你必須要知道它在哪裡 你才能享受到這樣的服務 特別厲害喔 它是在染髮方面非常厲害 是權威 它就可以看你的膚色 就告訴你 你應該要什麼樣的髮色 那你有進去讓它服務嗎 有有有 我有去體驗一次 多少錢 他送友情假 因為我在台灣的時候 就有曾經採訪過他 他就說那如果你回巴黎再來找我 所以他就等於是 他有來過台灣 他有來過台灣 採訪過台灣 有來台灣做他的新聞發表 對 多少錢 很有趣 好像一般如果是一般人預約 可能要八千到一萬二的價錢 歐元 太幣 沒有太幣 很了歐元 幾十萬耶 來 先休息一下講廣告 偷偷一下一比四 新聞 畫畫畫 我們會卡在巴黎太久了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 飛機飛往韓國 好不好 你為什麼拿那麼多 千送一的照片 對 對 因為其實實在是 來自新星人也實在是太夯了 對 所以呢 相對的我們在就是進去韓國那邊 會找到很多有關這個話題的一些產品 對 氣墊粉 對 現在照片上面就是 健送一他曾經 這不是他代言的啦 但是他曾經在那個 氣裡面有擦這個氣墊粉這樣子 那其實在韓國來講的話 氣墊粉是有很多牌子 不一定是只有這個牌子 那只是說剛好他有去推廣到它 那研究的結果其實真的是比以往的VV霜好用很多 那也比較自然 然後 所以現在大熱賣對不對 超級大熱賣 而且是超級大缺貨 那在韓國真的比較便宜 韓國價錢會比在台灣的 因為台灣這邊的是總公司也在賣嘛 便宜大概八九成 對 因為你會去免稅商店 對 那免稅商店那邊 八折就對了 對 八九折那個程度 那你買越多 他可能會送你一些贈品 所以折下來又更便宜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這個 人參 人參 對 其實每次我去韓國的時候 我老公還是親親朋友都會叫我帶人參 可是人參其實我真的懂得也不太多 所以敢買的 這有關人參的產品 我也不敢買其他什麼東西 那唯一我敢買的這個叫做人參蜜片 它就是用蜂蜜去蜜出來的人參切片 那我覺得不管是小孩子 大家吃吃看 小孩子要當零食啦 還是說 拿來當做就是養生啦 也都不錯的東西 你們吃因為我家還很多 吃吃看 其實就像我們在 就是其實有點糖果啦 因為它就是人參去切片 切出來的一個 蜂蜜去浸泡的出來一個 一次一片嗎 一口也可以 那一盒是什麼 這一盒是每次我上課的時候 我很喜歡 很喜歡拿出來 很喜歡拿出來講的 不要壓到麥克風 拿出來講的這個韓國飾品 對韓國飾品 那我上課很喜歡拿這個出來跟大家講說 先請大家猜猜看 如果平常你們在韓國的飾品店 或者是韓國的這個 就是專門賣韓貨的這些小店裡面 你們要是平常看到這些飾品 是從韓國來的話 一般它的標價會多少 七八百塊吧 七八百 還有嗎 還有人要出什麼價錢 一千塊 一千塊 哇 這大哥是好客人 三百塊 三百塊 OK 夭壽 妳怎麼這麼沒錢啊 你說每一個嗎 每一個好 對… 單一個大概要七八百吧 七八百 OK 那如果你去韓國 你看到這種東西 你覺得平常在台灣售價七八百 正常你覺得在韓國進貨 應該要進多少錢 才能夠讓你去賣到七八百 一千塊 兩百 兩百 還有嗎 差不多兩三百 所以我每次講這個答案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很很很嗨 其實你現在看得到的視頻的成本 大概是台幣十五塊錢 十五塊 妳可以出去了 就是韓國的這個 因為我們去韓國 除了說 那麼標準才十五塊 我光是把這個 對十五塊 我光是把這個豬豬黏上去 都不止了 為什麼可以只有十五塊 傑西妳要知道 他賣十五塊 這表示他還是賺的 小賺 小賺 也就是說他可能 那個成本才十塊錢 韓國其實他們都當場在那邊做 當場做 對 所以其實那個工商店 這豬豬黏上去 才十五塊 豬豬都不止十五塊了 十五塊 對 所以有時候就是 讓大家了解一下說 其實韓國有很多產品 包括說 你們現在看到了一些藥妝品之外 那像我們在韓國是以採購為主 所以有時候會建議大家說 除了衣服之外 你也可以看看飾品這樣子 OK 所以是全國 對 那妳有常買韓國的衣服嗎 一定要拿的啊 對 那在韓國的話 我們就是除了飾品之外 衣服包包鞋子都會拿 對 那韓國的工真的是 跟中國的工真的是差很多 很多中國衣服嗎 也有一些是中國衣服 對 那在韓國來講的話 韓國會有一些加工廠 但是不像大陸那麼多 是那種幾十個幾百個人 那種大型加工廠 韓國是那種小型 像我們二十幾年前 家庭加工的那一種 對 所以它可能 一個廠房 或是一個店才四五個人 去車你這一組衣服 對 它油 它油 然後呢 布料啊設計 可是又可以這麼便宜 價格其實他們現在也不便宜耶 對 現在韓國的價格 可是韓版衣服好便宜耶 我們買都幾百塊一件 對 所以我們會講韓版或韓貨 韓版就是參考韓國的商品 去摳來的版 叫韓版 那韓貨就是 確實在韓國生產製造的 這個我們叫韓貨 對 是分這兩個說詞 怎麼台灣原來的成衣代工也很厲害 台灣這一塊就 就萬語了 所以那個萬華大理街 原來都是跟 都是車衣做什麼 現在都沒有工作 做什麼 我們的設計師沒有起來嗎 對 我覺得美人界講到一件重點 我覺得是設計的問題 你看到韓國2000年以後 他們發展出跳脫日本文化特色 變韓國自己的特色 再加上它所有的媒體這些 一起在拱的時候 它走出自己的味道 你看從頭髮造型衣服開始 我覺得他們是這樣在做 當它有這樣做的時候 下游工廠 它就可以繼續再做生存 然後它的政府才可以拿這個變說 我們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這是韓國的東西 我跟你講 大陸通常就是直接 今年巴黎出什麼 它就照摳 可是韓國不是 它會摳那個流行的元素 但是它 它不會 它會自己的設計概念 它會自己的設計概念 當然有些板穿起來 真的也覺得看起來是很好看 穿起來是穿著穿著 你知道嗎 這部分首爾政府就做得不錯 他們有所謂的服裝設計學院 那像我們在東大門批貨 常常就是會有一些設計學院的學生 其實他們在設計一些衣服出來之後 會送到東大門的店家 先試賣著看看 那如果賣得不錯的時候 再跟店家看怎麼合作 然後再把這個量做大 那這個部分可能我們在設計方面 真的是弱很多 難怪韓貨會流行 像我是有裝小耳朵 它是專門收日本的BS 總共12台 我早上有時候出門 我很喜歡看日本台 第一台它通常會播職棒 因為日本人很瘋職棒 通常是陽機對一下 結果我12台通常會把它轉一下 第三台會是日本的文化